大家好,我是草莓牛 今天要來直接介紹這個墜落之翼的一些角色評鑑 首先是第一艘金皮船,華盛頓 華盛頓這艘船其實還蠻特殊的 它的彈幕是不需要經過發炮的 只要秒數一到,20秒40秒60秒都會有機率出發 所以你可以用比較強力的主砲來當作輸出 配合這20秒的機率發射彈幕 可以使它的輸出平滑性非常好 再來,這個彈幕是有跨射的動作 所以在演習的過程中,它可以跨射到敵方的後排 在推圖的過程中,它只能跨射自己正前方的目標 第二個技能是防禦技 它必須要跟南達克他做搭配 也就是他們兩個同時在場的話 華盛頓在南達低於30%的時候 會提高自身的傷害20% 並且會提供南達5秒的不死 所以這個技能非常的BUG 因為我們都知道 南達他本來就是一個很坦的戰艦 他還有幫阻力成傷的一個技能 所以他們兩個互相配合的情況下 他們兩個在後排非常的硬 而且5秒不死是什麼道理 就是當我們在演習的過程中 在後排非常的好友 怎麼說呢 之前如果有看過那個演習概論的一個介紹的話 當吃喝橫行的時候 能夠克制他的就是屬於華男體系 華男的對空很高 所以基本上吃喝是撞不死他們的 就算撞得死也不會直接把南達給秒殺 因為他會不死 華盛頓會保他不死 接著後面也會出現所謂的吃喝長 吃喝長也是橫行霸道的很長一陣子 可是後面一樣有華男體系的角色可以克制吃喝長 所以華男體系基本上就是來打這些 擁有飛機的艦隊 所以在整個坦度方面 華盛頓會有8點的一個坦度 防攻能力也很高 火力也得天毒後有一個不用發炮技能的彈幕 再來所以他的推圖能力會很高 不過他就沒有什麼輔助 能夠輔助的大概只有蘭達會一起用 在演習過程中 剛才也說了 可以提高對這種所謂飛機陣容的組合 有絕對的防禦 所以中和評論來說 他的輸出很平滑 有主砲有彈幕 整體的能力對空坦度 推圖演習都不錯 所以這隻角色是非常適合抽出來的 好再來我們要如何配合這個20秒的彈幕呢 這20秒的彈幕好不容易從主砲8砲的機器錯開來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主砲跟彈幕徹底的分開 所以能達到我們這個平滑速度的目的 那在早期 我們會裝填比較低 等級比較低 裝填比較低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MK6 來到了23秒發炮的機制 所以在每次彈幕結束之後 再發射主砲 所以避免我們的主砲 因為填海而失去它的傷害 在等級比較高之後 裝填也比較高了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410 來提前在20秒前提前發炮 再來就隨著這個時間的演變 做到一個比較平滑的一個輸出手段 那基本上主砲輸出就是固定的 那有彈幕的話就是額外的一個傷害 所以它在打倒中或是打王的話 都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手段 好接著另外一個金皮的石頭船 這個迷尼波利茲 它是一個重巡 那這個重巡其實它就是個砲巡 帶副砲的一個砲巡 那它的副砲效率非常高 有70% 那它的技能呢很簡單 一個攻擊技 當擊破提升的時候 12秒會提升直升的砲擊值 還有裝填值 只要擊破就會提升 所以12秒其實也蠻長的 依照它是砲巡 火力又這麼高的情況下 基本上這個12秒會不斷的刷新這個技能 基本上這個技能就等於說 是一個常駐的技能在它身上 所以整體來說 迷尼是火力非常高的一個角色 再來它的第二個防禦技能 當血量低於30%以下之後 16秒內會觸發回血 那回血就回20% 並且說整場都會獲得10%減傷 一場觸發一次 所以它非常適合在倒中 就像不死鳥一樣 它可以有不斷的回血 回血之外還會有減傷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非常 具有坦度 而且具有火力的一個很好用的一個角色 在後期高難度的地圖 常常也會用到它 因為比起波特改來說 波特雖然說有極高的防禦力 可是它的火力卻沒有迷尼那麼高 所以在一般安全海域 如果要選擇周回的話 一般人會選擇迷尼來做到輸出跟通關快速的一個手段 接著是大家的黑絲大姐姐 北卡羅來娜 簡單介紹一下北卡的一個技能 首先這個資源技能是後排的阻力 受到航空傷害都會降低15% 在推圖的過程中 或是在演習的過程中 都可以減少敵方對後排的一個航空傷害 再來是它的攻擊技能 就是當自己的防空值 就是包含裝備所提供的防空值 總防空值的30%會額外添加在炮擊值身上 假設今天我有300的防空值 跟裝備加起來有300 那就是會有300乘0.3加在炮擊值身上 所以它會有極高的炮擊值 那也就僅此而已 它就是靠主砲輸出的一個船 它沒有額外的彈幕 那這艘船其實非常簡單 它就是一個防空特化 然後依靠主砲高火力值 做輸出的一個角色 所以在一般坦度上面 未來在打12張13張 這種高難度海域的時候 會非常需要用到它 它對這個防空的乘上能力非常的好 那火力就主砲輸出 所以就算一般般吧 在推圖的過程中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行為 那它的主要目的都還是在 推圖會比較好 輻動能力會比較好 主要是在防空方面 這個是美國大旗系列 有三台 那在講美國大旗之前呢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現在既存的大旗有哪些 當然皇家有兩台 羅德尼跟奈爾遜 然後美國最近也要加了三台 那他們種種的一個性能表現呢 其實皇家的耐久度 都普遍高於這個美國的 那裝填方面其實沒什麼差 在火力方面 其實皇家還略高於美國的部分 對攻方面也是 皇家會略高於美國 再來說應該美國會防空比較高才對 不過在這邊 美國大旗身上是看不到的 那基本消費是大大都一樣的 再來 美國的大旗很奇怪 它的副炮只能裝備這個驅逐 它不像皇家的大旗可以裝備清巡的副炮 所以在面對未來這種 自爆艦越來越難打的時代 美國大旗很容易就被淘汰 所以皇家大旗一直很好用的原因也是在於 它的副炮可以裝備清巡副炮 那美國是不行的 之所以叫它大旗也是一樣 它的主炮發射的時候會觸發這個彈幕 跟皇家大旗一樣 彈幕形態也是一模模一樣樣 所以你該知道 當皇家大旗有如何的戰鬥力 那一樣可以套用在美國大旗 只不過皇家大旗是可以吃到 伊莉莎白的輔助 所以他們的火力啊各方面都還會再更上一層 只不過美國大旗是沒有任何的輔助技能可以做輔助的 所以整體而言他們的這個能力會稍微再低一點 那只有一個馬里蘭 他在血量低於70%的時候會觸發這個增傷buff 那血量越低他的增傷幅度會越高 來到了35%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喔 可是呢一般來說推圖的情況 不太可能會讓後排 而且尤其這個是需要站在旗艦位的這個戰艦 受到那麼大的傷害 這個是非常提心吊膽的 一般來說馬里蘭這個技能 在推圖過程中其實也用不太到 而且安全海域基本上後排 是不太會有那麼高的一個傷害啦 所以綜合來說他們的坦度還略遜於皇家 那火力因為有彈幕的表現 所以火力稍微在道中還可以期待一下 那演習啊其實沒什麼在用 推圖的話就跟皇家的大七差不多 那防空方面剛才看到非常的低 整體而言就是以皇家大七相似 那面板是比較低的一個型態 接下來是這個美國的陣航狐風 這個狐風其實相當簡單 他就是一個攻擊技能 不過他的攻擊技能蠻奇怪的 因為他必須要有皇家的主角色在隊中 他可以觸發這個航空的彈幕 那這個航空彈幕說實在 傷害基本上也不是很高 基本上來說他就是一個藍皮的一個陣航 可以做低號 但是未來上場空間也不是很大 那坦度其實就非常的低啦 因為藍皮嘛 那陣航的火力是一般般 防空也是一般般 演習很少人拿出來打 基本上他就只有輸出而已 沒有什麼輸出的技能 最後來介紹這個兩隻本身級的 科爾克跟霍比 這兩隻角色呢其實也是蠻特殊的 首先霍比他有個技能是戰鬥15秒之後 直接百分之百觸發這個提升全體的炮擊狀點 機動值6% 那持續20秒 全部的角色只有他這個是百分之百 觸發全體提升的能力 不過提升的值非常少 大概就6% 6%的炮擊6%的狀點 說實在能夠撼動整個戰局的影響度 不是那麼大 再來科爾克一樣 他這邊會有一個發射魚的的時候 會有40%觸發自身無敵5秒 看起來5秒好像也不錯 不過魚雷你知道嗎 再快的裝填大概也是要18-19秒 才有可能發射一個魚雷 等於說大概就是19-20秒 會有機會觸發一個無敵的效果 那基本上這兩隻本身級的驅逐 面板素質其實就不是很高 所以他們基本的生存能力 或是在綜合輸出能力上面 其實都不是很高 所以坦度火力都是一般般的表現 防空驅逐你也知道的 所以演習不會有人拿來打 PVE的話只是有愛會拿出來用而已 不過這隻角色你可以看到 他的SD非常的可愛 帶頭去打呢 其實也是有一個賞心悅目的一個表現啦 那這兩隻也有賣這個Skin 這兩隻Skin你不覺得跟某人很像嗎 好啦,以上是今天介绍的最弱之异的角色分析 重点就是华盛顿跟迷你 那比卡是送的 所以这几只金皮基本上最好是能够到手 这在往后推图啦 或是演习的场合 会是非常好用的角色 那其他那些就看你有没有爱啦 好啦,我是场面诱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